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美大学申请规划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美大学申请规划的直播现场 文美大学申请规划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网络直播的教育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每期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会和大家准时见面 直播的过程当中 你有任何的问题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都可以向我们的升学教育顾问来发问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请我们的嘉宾在现场给予大家回答 那么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全美市有12家的办公室 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文美同时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同时 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官方的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的合作机构 以及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的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7890942 好的 今天是我们文美规划的一期特别节目 相信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之前也曾经有过请我们的学长学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献身说法 那么其实今天本来我们是邀请了一位卵同学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 他不能够亲临现场 但是万博士还是会带来了有关他这个升学案例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分析 首先来欢迎文美文美集团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然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刚才这个万博士一直在积极的联系我们的卵同学 但是还是这个有一些问题 这个出现了一些技术的故障 所以在今天呢 要请万博士自己一个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同学的案例 分享给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 看看有没有这个和自己有可能有借鉴意义的 那么关于这位同学 这个我知道他好像是经过了几个阶段 所以呢首先还是请这个万博士来给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位同学的基本情况吧 好的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同学呢 其实他也是我服务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学生 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这是第六年了 第六年了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学生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 那么当然这个因为现在他在国内的原因 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导致没办法出现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 非常遗憾 但是呢他也发过来了他几张生活照片 大家先来看一下 发过来几张生活照片 包括他也这个把这些 把他自己就是在过程中 他的一些offer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 他的这个大学申请的 我们一起workout的简历文章都发过来了 那我一会儿一会儿会一一和大家解答 那么他现在是他为什么非常开心 也非常激动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那么他刚刚被芝加哥大学录取 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录取 那这是一个研究生 这是一个硕博联读的项目 这是一个硕博联读的项目 那么那当然咱们要先从他的本科开始学起 他的本科经历了两个阶段 他在第一个阶段的呢 他是去到了印第安纳博明顿大学 那这个是一个在中部 印第安纳州排名大概70名左右的 美国大学排名70多名左右的学校 然后呢又通过自己两年的努力 转学到了 转学到了密歇根大学安纳堡 这是密歇根州最好的公立大学 转学的经历 然后两年之后 那么又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 当然像哥伦比亚啊还有几个学校也录取他了 那但是这个项目呢是比较好的 硕博联读项目 所以他最终决定放弃哥伦比亚大学 去这个芝加哥大学啊 那么为什么说我跟他比较熟呢 大家知道222嘛 这个所以从提前两年准备大学的申请到大学转学 但基本上我们每两年就要合作一次啊 所以我们关系非常好非常熟 那么我邀请他来上咱们这个节目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咱们之前太多的关注了东海岸和西海岸 中部反而咱们关注的很少或者很少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咱们做节目中有些遗憾缺憾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把这个好好补上 所以借着这个鸾同学这一系列的整个成长经历啊 那我刚才讲了他最终选择的几个学校都是在中部 印第安那 密歇根安那堡 还有芝加哥 那这几个都是在中部的学校 那么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其实中西部地区啊 那当然一般来说咱们说中部地区 以芝加哥为轴的一条线 是吧 咱们叫它中部地区 其实还是有很多传统的名校啊 像他现在刚刚毕业的这个密歇根大学安那堡 那么在应该来说是比加州的UCLA Berkeley诞生还要早 一八一几年诞生 超过两百年的历史的一所大学啊 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一所大学 那当然从美国公立大学排名来说 现在最好的两所分别是UCLA和UC Berkeley 那么第三名那绝对就是密歇根安那堡啊 那所以这个呃 他的密歇根安那堡这个学校呢 呃应该说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他也是美国十四所呃创始大学联盟之一啊 创始大学联盟 美国最早的十四所大学之一啊 所以这个学校呢在中部地区应该说是非常有名气的啊 那么这个学校的话呢呃呃呃在这个整个的中部的呃工业化的发展的历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比刚才呃呃说的他刚刚被录取的芝加哥大学早了一百多年成立啊 那当然芝加哥大学的话呢呃呃也是非常棒的 一九一几年成立的也一百多年历史了和咱们做国内的清华北大的历史悠久度差不多啊 啊那么他在美国的历史上那更不用多说了是吧 那么如果安那堡他的排名可能在美国的排名大概二十名左右 那么世界排名也是在十七排名的话 那芝加哥大学呢就是绝对的顶级名校了 目前啊目前他呃在美国的排名是第六名啊 应该仅次于咱们说的那个哈什么普耶斯啊那几个啊 家长们前一阵时间跟我说几个学校把我给说愣了 说什么哈什么普耶斯是吧哦我明白了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哈什么普耶斯是吧 好这么来说那他就是这五个之后的第六名啊 这我这个之后的第六名啊世界大学排名也是进到前十的啊非常棒的 啊学校他是全美国诞生诺贝尔奖的这个人员最多的一所大学啊 到2021年今年芝加哥大学已经有超过100位科研人员 无论是教授还是科研人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各个领域的啊 所以这个是绝对是顶级中的顶级大学所以那么当然咱们华人从富华来美的角度上来说最熟悉的那 除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那中部应该就是芝加哥了是吧 那么除了这刚才说的芝加哥以芝加哥为中心吧 他周围的一些名牌大学啊比如说是像威斯康辛麦迪逊啊 还有像伊利诺伊香槟啊还有像这个啊还有这个有一个叫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啊 以芝加哥这个为轴的南北向的啊这几个名牌大学都是非常棒的 那华同学呢他第一站去了这个这个这个密歇根安那堡所以呢 所以你看他后来的这个选择他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来不断的往北移动啊 这个密歇根安那堡然后又是芝加哥 那么芝加哥的话呢是有名的封城啊 所以有气候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可能相对是比较寒冷的 所以有些人觉得哎不太那什么 但是他最终对比哥伦比亚大学和这个这个芝加哥大学最终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啊 那么因为这个项目会更适合他 那他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他读的是之前读的是心理学专业 之前读的心理学专业 那么心理学专业在其实在年轻人里还是蛮热门的一个专业啊 因为确实很有意思 包括我在读博士期间我也对这个教育心理学 是非常感兴趣的啊 因为这个心理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研究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包括他的心理成长他在想什么 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咱们说有一种这个这个武功叫读心术是吧 对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包括我在的很多学生里边的他们也有啊 尤其是女孩子偏多啊 喜欢心理学这方面的啊 那么当然之后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说这个专业的发展空间啊 这想象啊 那么他的话呢 这个就是本科读的是心理学 然后研究生呢 目前选的方向是社会学方向啊 社会学方向 因为他以后要往博士发展的话呢 他可能在研究的领域要稍微广一些啊 所以他是选择的是社会学领域 社会学领域进行研究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大概的一个这个一个怎么说呢 大概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升学的状况吧 在整个过程中